大家平安 我就是大家保險法律上的好幫手 大寶法王Johnny 疫情趨緩 各國已經紛紛開放邊境 相信很多朋友都計劃著出國旅遊 尤其想到捐贈疫苗給我們的國家去報恩 但疫情期間 許多航空公司紛紛減班因應 在航空公司恢復正常航班數量前 有可能發生搭乘的航班延誤 以致到了轉機點 錯過了要銜接的班機的情形 為了因應這種風險 法王建議大家 上飛機之前都去投保旅行不便險 或者是旅遊綜合保險 今天法王就來跟大家聊一聊 班機延誤 旅遊不便險 該怎麼申請理賠 首先我們來看一個實際的案例 有一位曾小姐向WU保險公司投保的旅行不便險 她預計搭乘108年1月27號 從洛杉磯起飛的飛機到桃園國際機場 到達桃園國際機場的時間 預定是1月28號晚上9點鐘 之後曾小姐要轉接1月28號晚上10點50分 起飛的班機回到高雄 但是從洛杉磯到台北的班機 延誤到晚上11點50分才到達 導致曾小姐錯過了回高雄的班機 因為當天已經沒有其他非高雄的班機 曾小姐又不能出關 只能接受航空公司的安排入住過境旅館 隔天才轉搭其他的航班回到高雄 事後曾小姐檢具了相關文件 向保險公司請求理賠 保險公司卻拒絕理賠 拒絕的理由是保險契約條款有規定 台灣本島島內航班的延誤是不理賠的 曾小姐延誤的班機是桃園到高雄的本島島內航班 因此不符合理賠的條件 曾小姐的案例在旅行不便險是很常見的案例 到底曾小姐的情形是不是屬於旅行不便險裡面 班機延誤的理賠範圍呢? 首先我們來看保單條款是怎麼約定的 保單條款對於班機延誤的定義是 被保險預定轉接的班機 因為前班班機延誤導致錯失轉接 在4小時之內沒有其他可供轉接的航班 就構成了班機延誤 但延誤的班機不能夠是台灣本島島內的班機 只要符合這個理賠的條件 保險公司會依據所約定的金額 給付班機延誤補償金 這個案子裡保單條款有定的不清楚的地方 台灣本島島內的航班究竟指的是哪一個航班 客觀上有兩種認定方式 一個是指被保險人所搭乘的前一班的航班 另外一個是指被保險人預定轉接的航班 保險契約條款定的不清楚 導致客觀上有兩種以上的解釋 而被保險人和保險公司又採取不同的解釋時 這就是法律上所稱的保險契約條款的一義 應該要做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 保險契約條款是一個定型化契約條款 都是由保險公司預先訂好的 在訂定過程當中 保險公司有義務把它訂得清清楚楚沒有爭議 一旦發生爭議 應該要優先保護 在契約條款擬定的過程當中 沒有機會參與的被保險人 因此法律規定契約條款有一義的時候 要做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 曾小姐的案子裡面 契約條款是有一義的 因此要做有利於曾小姐的解釋 比較有利於曾小姐的解釋是 曾小姐是因為洛杉磯 飛回台北的航班嚴霧 導致無法銜接上桃園 非高雄的國內線的班機 而導致嚴霧的洛杉磯 非台北桃園的班機 是屬於國際線的班機 因此符合班機嚴霧的理賠條件 保險公司應該要理賠給曾小姐 班機嚴霧補償金 最後法王想提醒大家的是 目前各個保險公司 對於旅遊不變險 紛紛推出3小時的線上快速理賠 但是在班機嚴霧方面 如果被保險人最後搭乘的班機 不是預定轉接的班機 是不能夠利用快速理賠 而必須要檢據相關的證明文件 用紙本的方式送件理賠的 這樣子大家都了解了嗎? 我是大寶法王 我專門破解保險市場上各種 似是而非的說法 為大家指引名錄 點起銀燈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 並且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或批評指教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大寶法王說好險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